大家好,欢迎来到民航食语 刚刚去市场买了两斤核桃回来 核桃中有丰富的蛋白质 多吃对身体好 而且非常好吃 当然小孩都非常喜欢吃 但是核桃壳就太难剥了 用手直接剥不开 每次都要记住功绩才能吃上核桃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剥核桃壳 不用任何工具就能轻松把核桃人剥出来 首先把核桃倒入大碗中 加入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来 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水开后蒸三分钟左右 然后在大碗中倒入一碗花生米 加入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后 控水捞出来 放入碗中 放在一旁备用 三分钟后 划开盖子 把蒸好的核桃取出来 放入清水中 顾一下清水 这样更容易剥壳 这样很容易的就把核桃人剥出来了 看看非常的完美 把它装入盘中 像这样几分钟就把核桃人全部剥出来了 看看 一半一半的 非常完美 然后锅中加入清水 把剥好的核桃人倒进去 盖上盖子 煮两分钟左右 去一去核桃人的苦涩味 两分钟后打开盖子 把它控水捞出来 倒入麻粥 然后锅中不用放油 直接把核桃人倒进去 再把花生米也倒进去 用小火像这样不停地翻炒 把花生米和核桃人的水分炒干 在炒的过程中要有耐心 多炒一会儿 把它炒至酥脆 能够听到嘀嘀叨叨的声音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盛出来 倒入麻粥 然后锅中加入80毫升清水 加20克白糖 用小火慢炒 把白糖炒至融化 白糖融化后继续搅拌 把它搅拌至出现这种密集的小泡 然后加一勺油 再继续搅拌 把它搅拌至浓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炒好的核桃和花生倒进去 把它翻炒均匀 让每一块花生和核桃都裹上糖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盛出来 装入盘中 像这样一道美味又好吃的核桃花生米就做好了 吃起来酥脆可口 非常的好吃 用它来下饭下酒当年时都是不错的选择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朋友